是不是要先訪觀眾朋友共同來關心的是 將議員議會的定議會在16號進行在管政中結審 關自民議員 王志明他一項大就來結審在管政中電話關 要求他要回答這個阿里山是屬於全民的 各議政府的這是任務局的 因為這主要是王志明認為 阿里山各政頭的開發都受到中央法令犯罪 沒辦法順利來開發 所以要求各議官政府應該要來協助他們進出管理 對此管政中電話關也很無奈表示 這主要受到中央法令的犯罪 所以官政府可以到三天的事情很少 不過他的認真帶領到官政府的團隊 為我們自民 為阿里山的民眾來進出管理 我們自民設的議員 王志明 16號上午在管議會 管政中結審的時 他點出目前阿里山鄉各行緊迫性的問題 就是給予各界來幫忙他們 王志明秀聲感謝管政中電話關這兩年來 為我們自民正出離災不離川的因故處建立 但是為了一段 馬上點出都向阿里山目前 面臨無公平台股的問題 希望官府和中央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第二的問題 第二的問題包括什麼 離管區 住宅區 以及我們整個 我們園區裡面三電街的生存 好 我們先從住宅區 住宅區中山村 30年了都不能擴張 如果有機會媒體去拍 那是標準的 所謂先進國家 我們進入先進國家的標準的 僅存的古蹟叫人民公社啦 到現在都沒有進步 我想林務國可以好好看 口口聲聲說要簽春 簽春計畫案到今天十年 還堂在那邊只是在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請縣長在這個部分要前勞力的推動 第二個 離管區 天天哪一個不安全要求我們 我們這個鄉親撤掉 甚至要不要讓他稀約 這個天然之別 你看 林務吉自己VOT的阿里山賓館 可以大拉拉蓋這麼大 那我們百姓呢 這個非常不合理 第三個 商店區 商店區是在第二瓶車場上面這個商店區 早期也是配合縣政府的三千計畫 林務吉同意整個改造 整個都做好以後 在執行到一半要發照的時候 林務吉來一個 跟遊樂區使用的材料 應該延幕的關係 抵觸 停工了 到現在 不問不問 然後呢 都已經完成 接下來 發一個公文 沒有拆除違建 不續約 請問 對百姓這是違建嗎 所以我們政府協助蓋三千計畫 他們也出一些錢 就這樣平平白白 做一個政府 是應該要搞一個平平點的 可是我很遺憾地 必須要自己告訴你 你現在講的問題 我們現在政府可以做得很少 因為當我們都受限於中央的各部分的法令 環政司法官表示 各議官民節一千九百平空公立 一百公囚以上 叫做三百地 就有一千一百平空公立 為此 阿里山英國行開發案 都要面對 水土保持法 建築法 環境民國法 松南保有法 三百地保護法 頂頂的中央發令 面對這些發令 關乎可以幫忙的地方 真正是真正 為此 中央官也讓中央政府不再補修 應該有地匯的 適當的開發和應變 並且在法令和開發當中 找到賓金店 讓阿里山強向國際化下期 新鮮新聞 償來信 各位觀看 彩虹報道